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的尤达best bet 正如上一集结尾之前说的,今集的尤达best bet 就不会讲香港马,因为明天阿士谷马场 会上演英国冠军錦标,亦是英国马桂的杀科 所以既然有这么大的日子放在这里 当然我不能怠慢,所以今集的尤达best bet 就变成英国冠军錦标的赛事 当然只说这场马,肯定被你们说都好 因为霸衣冻了在这里,被这些都是很柴子 所以这一集除了讲这一场英国冠军錦标之外 我另外也会讲多一场赛事的赛事 那一场就是英国冠军痴马錦标 那就是明天的第三场 明天的第三场 整个赛日是跑六场马 都可以在开始讲之前 都可以简单的更新一下大家 做个赛事实在现在这几天 英国的天气是如何 刚刚也是,这个星期刚也是天陷阴阴阴阴阴的 即是接近烂地,即是soft track,heavy 即是近乎大烂地 预计明天星期六的天气都是差不多 可能会下雨,所以 长地的情况 虽然未至于像上次在农上那样的大烂地 但是都是黏至远地 大家都要明白一件事 香港的马场是很独特的跑道,因为它是沙网草 沙网草的隔水,即是去水的程度是快很多 相反英国的马场,就像欧洲、法国的马场 都是用天然草,所以去水就会去得比较慢 去得很慢,不是比较慢,是很慢 即是如果那个地,即是明天不下雨才算 但如果没有太阳,即是曬得不够 这样形成地就会是很绝脚的 那变成了 马的消耗力 体力就会是很大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 一般本身有气量的,性能偏长一些的马 就可能会有点好处 很简单,如果像明天那样的地 头场 头场的真章,当然就会更加行情慌张 跑那场英国冠军长徒杯 但是 那场赛事 也有个姓列治盟主 Elder Rolf 老老实实 是不是这么明朗呢? 我都可以告诉大家 除了在这个影片里 我刚刚说的英国冠军痴马禁标 和英国冠军禁标之外 其余的六场场赛 就会放在D马路路法 即是我的私经出马 跟着当然会转载到 我们马场USB 和尤达Facebook专页 大家就可以去那里看 但这一条影片主要都是集中 我刚才说的两场赛事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除了 更新了大家的 这个场地的情况 明天是怎样 至于人马方面 当然要谈谈马防 因为 骑士 其实早几集我都已经 都已经告诉大家 冠军骑士就已经是 报以后 肯定了 所以明天 跑也是例行公事 看看他能不能破自己的纪录 能不能破自己的纪录 去年 但是 连马斯方面 就很精彩了 因为 英国 继冠军连马斯 就 不像一般的继头马 所以 值得注意 这件事 因为大家如果看 GC的那篇《还与脈搏》 他都 讲了一点 我都在这里补充 因为英国的 列马斯 冠军列马斯 是算奖金的 是算所得的奖金 算数的 当然如果算头马数字 William Haggis 希国斯 其实 看头马数字方面 大幅抛来 排第二的 Charlie Appleby 艾柏斌 但是 到今天为止 其实 他们两个人 所赢到的奖金 其实就很接近 所以 明天跑 英国冠军 錦标日 就 真的都要斗到尾 当然 William Haggis 其实明天 他也是一手恶骂 摆出来的 就是 抢得一磅得一磅 可以这么说 当然 雷台弹 霸烟 一会儿我说的那场马 预计他可以 很轻松地 赢了这场马 就光荣推役 那里就有七十多万 投马奖金 七十多万英镑的投马奖金 变成了如果他赢了这场马 就对他 首夺冠军联马斯就很有帮助 但是 对他都很稳定 所以 明天的六场赛事 其实他都放了一些 都放了一些很厉害的马 就是 抢得一磅得一磅 那么 艾帕斌呢 当然 高多分都有一些 但是你说 真是 好一枝独秀 可能是 那场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那场 跑千六那场赛事 因为 因为有一只Modern Games在那里 放了一只Modern Games在那里 不好意思 Modern Games在那里 所以 就是 因为那场赛事 总赛金都 一百 一百一十几万英镑 头马奖金也有六十五万 所以 除了这一场之外 那就 看起来其他那些 比如说那场 英国冠军短途 一对 Creative Force 和Level Crown 都放了出来 但其实那场都有很多对手 包括 刚刚在法国 赢了森林大赛的 King Ross 带涂里那一匹 带涂里 就是香港马主 陈国泰先生那一匹 那一匹又放在那里 所以其实那一场 虽然 这一对 高多分的马 放在那里 但是那场本身 掌金都是五十万英镑 那你就 炒了一碟 所以其实 明天 大家都可以 留意 以 William Huggins 希国斯为首 跟着就是 艾帕斌 其他 其他 那些 都是 大家可以看回那些提示 所以事不宜迟 所以事不宜迟 那先说回 我今天这一道节目讲的第一场赛事 就是这场英国冠军 刺马錦标 那这场英国冠军 刺马錦标 就是 这一场是跑了差不多是 2,400 但是 14匹马跑 那 看上去背面上 就真的 不是说 现在大热门 就是这边英国大热门 就是 分别是Emily Upjohn 就是那一匹 英国 叶深藏树的亚军 以及 Eternal Pearl 12号 12号的马 大热门就是这两匹 但是 看上去是否 那么稳定呢 尤其是Emily Upjohn 对上一场跑 King George 完全是 看上去完全是不够班的 第一场是初次面对连长马 本身 一方面 他跑不回 在叶深藏树的形状 但是就算跑得回那个形状 那一场的对手 包括 经济私财 智晟一击 甚至乎波尔明 级数上 比Emily Upjohn高得 这一场如果他要在这里 需要很大进步 才能够有机会入位 至于Eternal Pearl Eternal Pearl 就是 布宜鹤那一匹 12号马 近跡就非常之硬正 但是 硬正 对上四场都赢了 去过法国也赢了 在Devill 跟着就在新市场 对上一场就赢了一场 公主錦标 赢得很出色 但是呢 这次就叫做 初次上来跑 group one 对手大幅加强 他这么热 热到这样 变了热门 又好像 又不是 不是很合理 当然 布宜鹤已经 取得了这个冠军骑士 所以 星期六 明天 可能是以一个 庆祝自己冠军的心态去迎战 当然他一定会落力 不会担心他的斗志 但是最怕就是因为 这样的情况 有他的那些码就变了无端端 就 备受热榜 或是过分热榜 变得不直播 所以这一场码 当然 这一只Eternal Pearl 我也是有选择这一匹码 但是 你说他可以做马胆 我又不敢 够那么大信 也没有那么大信心 反而这一场码我就喜欢 希国斯一对 就是William Heggers一对 分别就是 6号的 C La Rosa C La Rosa 即是马昆的座骑 6号马 和4号的Lilat Roll 这两部分 Lilat Roll 因为其实 两部分都是 马昆的 惯常座骑 但是 他就选了 C La Rosa C La Rosa C La Rosa 叫做海刀长眉 大家认得这件衣服 就是当年海刀之星 翠氏家族 的彩衣 其实今年这件衣服 这件彩衣 其实今年 都赢了很多 好像这一只 C La Rosa 大家还记得在 就是 这个 法国 当然 当日他就 就是他在 10月1号 就是跑这个 海船门周末 当然 就是第1日 那天他就跑那场 王家地錦标 雍庸以牙 后来 因为跑不成海船门 跑过场 那场马 马昆 完全是控制战局 那么 沿曹跟着 跟着 前领马 跟着 很正常的 copy book riding copy book riding 慢慢转到 直路 那个400米左右 就已经是 已经是 透出 然后就越跑越劲 最后 就是大胜回来 就是 大胜 就是 赢得都很清脆利落 但是这只马本身 他在法国 除了 刚刚 除了之前说的 王家地錦标 其实之前在多维尔也有赢 对 今季 他对上五场 其实 已经取得 4 win 一个第二 卡士 已经开始证明 这批 海刀之声的 女儿 今年是进步得很紧 这批四岁马 所以这次 他跑完法国 然后隔了 其实都很正常 其实有些 可能跑完海船 跑冠军 敢标 所以 都是一个 很合理的部署 这批 海刀长迷斯拉罗莎 回来之后 其实都是 正常 正常被战 欺角施要赚冠军 练马施 正如我刚才开场 我刚才开场 都拿出来的 所以这只马 我觉得 跟马坤 也是相当之合法 对上 对上 之前跑的五场 他跑第二 那场 约克棍 南开下棍 长树大赛 那场group two 那场就不是马坤之外 其余 那四场配马坤都赢了 再加上这次这匹马 就排过档 也都不是太差 就是排六档 中中间间 他本身跑法 可以很激动 所以我觉得 反而这只马 我觉得 他赢 赢面就高一点 而且 现在在英国这边的赔率 我觉得就比 那对 Emily Upjohn 和Eternal Pearl 就更加直播了 所以我就 先选了这一只 Cela Rosa海刀场 然后 当然 刚才我都说过 选择那只要选择 Lilat Road 那只叫紫花路 这匹马 虽然今年 他的赛绩 都是 一般 但是 对上那场 跑的 这个红宝大赛 就是9月11日 就是这个海船门御赛的周日 他跑的那场红宝大赛 其实就是 令我眼前一亮 他只是在最后才输 仅仅输了 比头马的甜美者 甜美者宜 证明这只马本身 李半也OK 李半也很手本 这些变化场地也很适合跑 这些变化场地也很适合跑 虽然这次就换了 Kieran Fairland 范尔隆的儿子 但是 马本身有岸方 再加上 这次他这只马排位 也是 排得挺好的 排三趟 那么 相隔了 久一点 超过一个月 跑完红宝之后 就一直到现在 一直 备战到现在 体力上有可能 就比 Cela Rosa 赚了一点 所以这样的原因 我觉得这一对 最欺角施的马 都是 增标 增标大热 这两匹 如果 看回英国的赔率 现在这只Lilat Road 是13倍 而至于 Cela Rosa 就有7.5倍 所以相对来说这对马我觉得比较直博 所以我就选了这一对马 先 刚才我说过 Eternal Pearl 当然他的近跡也非常好 只是 那个进度 一方面的进度 第二方面 这次鱼的对手 真是很硬 那 究竟 他 这次 所谓越级挑战 他 可以吗 所以我就不敢选 我觉得他 都是前列分子 但是你说 是很有信心 赢面高 那我就不认为 所以 Eternal Pearl 12号 我都是拿来 到第3选 至于其他 部分 讲一部分 刚才Emily 我都讲过 他这次回来跟骑马跑 他无疑 是会称高一点 但是 起码一件事 他一定要 如果这场马要接近 他起码要跑回 橡树大赛 叶芯橡树的水准 才有机会 可以叫做 三甲 或者三甲 当然都要土底大徒理 其实他们在陈翔 他表较为 呃 他自己发挥 所以这只 我就觉得 这只 可以做边线 但做马胆 就不太可以 至于 莫雅那匹 Emily Dickinson 这匹 这匹10号马 的这匹Emily Dickinson 同样也是在10月1日那场王家地锦标都有份跑的 当时也是用莫亚最后跑到第四回来 那场卡士和斯拉罗莎也是有一段距离 那场马的途程又比较长,因为跑2,800 回来跑,回来跑,回来跑里半就应该会好一点 但始终这只马的级数在这里就吃虧了一点 所以现在这只马虽然是用莫亚,但是赔率也有23倍 所以这匹马应该是机会比较相似 另外一个莲马斯,法国莲马斯 在海船门的时候都搞到满城风雨 因为那只在澳洲移民去法国 就放在这个莲马斯那里,但是这个莲马斯就搞到一锅足 海船门又跑不成了,然后跑了来跑这个王家地锦标 又跑到一注赛了,最后都跑了第七回来,完全没有威胁的 现在就跑来跑这一场赛马锦标 但是你怎样看这马的机会呢,我觉得真的很坦白 虽然今次是用8米高了 我始终觉得上一次他跑那个王家地锦标,用薛海华 薛海华那些乡下老骑斯 在密尔本就说可以,尝尝都未能够20文20文 更何况你走来到农上 所以你看回上一次他那场马的表现 已经告诉你,都没得幻想 但是今次换了8米高,就可能有些不同的发挥 还有这马都叫做转了三场 就是来了法国之后转了三场 这次叫第一次远征,走过来英国 我预期这匹马 都会有些 有些走势的,但是你说 真的在这里要赢了 但是我始终觉得这些澳洲澳楼的马 虽然他赢了密尔本杯 但是密尔本杯大家都知道 他只是一场让榜赛 一场handicap 再加上 你说跑平榜 他又跑 但是始终这匹马 今年的形状都不是太好 所以 再加上现在的马都已经有 又大一岁了,七岁 那 究竟这叫做尽人事 但是 我觉得反而我喜欢他另一匹 他的扣女sweet lady 即是七号马 甜美者宜 sweet lady 因为这匹 赢了红宝 红宝大赛的 头马 大家都记得 就是 他赢了一只lilat roll 所以 这匹马今年 他跑了四场 圣格奥就输给Alpinista 那一场就输得比较远 然后随即可以在红宝那里保重 其实红宝都是一场 水准 几高的 痴马赛事 的一级赛 红宝大赛 跑完那一场又是隔了到现在才再出现 所以我觉得这一只 用回 帮他赢马的贝罗华 我觉得也是骑兵一路来的 这一匹马 那现在sweet lady 在英国这边 独赢倍率都有11倍 所以我觉得这些马 直拨率来说是相对较高 所以这一场马 我觉得这一对 这一对国威法 Grapha 的马 我喜欢一只sweet lady 多过一只 very elegant very elegant 我始终觉得他可能 跑这些 叫做 交代 为马主交差 但始终他来到 来到 欧洲之后 他始终的适应都是一般的 所以 搞到最后 海船门又跑不了 然后跑了一场王家地 跑到一场赛 寄望用 八米糕 使得 马可以有 不同的发挥 多多少少 要起码都 起码都叫做跑回 福伊 Priva 那场 第3的水准 如果他跑回那个水准 在这里 他 都有机会 可以在前列 但是 这一场简单来说 我尤达的心水 就是6号的 C La Rosa 海刀长眉 4号的 Lilat Road 紫花炉 12号的 Eternal Pearl Eternal Pearl 曾 珠有行 以及7号的 Sweet Lady 甜美者宜 6 4 12 7 就是我在这一场英国冠军 骑马錦标的提供 说完这一场 当然就要说那场戏肉 英国冠军 錦标 其实简单来说 照计就应该是 罢衣 的个人表演 单骑表演 因为始终 这九匹马 其实 罢衣 打落 其实其他马 真的有一段距离 来的 你看回霸业 当然 他 其实一早 他计划跑 这一场马之前 其实很早很早 他已经 已经说了 当他跑完这个 薩塞克斯 錦标之后 其实 欺角斯 已经 为这匹马 竞赛生涯 就已经 画了个路线图 所以当时 就是说 吹捧他 叫他跑海船门 或者他 什么 爱尔兰冠军 錦标 其实根本 他说 爱尔兰军军军 根本由头到尾 爱尔兰军军 都不是他 不是霸业的目标赛事 赢了 朱德网 国际大赛之后 其实根本 矛头 已经在想 跑这一场 很早已经 在说 计划就是这样 之所以 为什么 后来 说了跑海船门 因为 第一 跑完场 朱德网之后 马初次跑2000 赢得更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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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直播 接着就在说 会不会跑海船门 各样 但是就很简单地说 如果 他真是 真是有心跑海船门 老祖就跑去报名 怎么会 一直都没有 做这件事 就算你说他 真的去跑 他都要给 那个 临时 那个 报名 要给 十几万 十几万 EUR 但是他都没有做 再加上 场地又 烂到那么紧要 所以根本 当他 到海船门后期 差不多要交钱的时候 他们已经说了 其实就会 按照原计计划跑英国冠军 就作为他的告别 其实 这件事是非常合理的 如果大家一直在这里有跟 或者有跟那些霸衣的话 那么你根本就 你不会 预计他会 跑这场海船门 因为我说过 之前的 尤达 之前的尤达 Bestback 我都说给大家听 因为太多 太多不明朗因素 以及这批马到现在都没输过 还是不败之施 那 你跟着 你退役配种 当然 如果你海船门 你的bending value 都很大 但是你 第一你跑去跑2400 我都说需要的 太多 内在的客观因素 是影响到他 有机会可能打破不败之身 你打破了不败之身 如果还要有什么依辱 输到很远 或者有什么闪失 那你后面那些后续 就全部炮汤 与其是这样 当然是玩一场 手本的2000米 现在叫做 炮一场2000米 炮回主场 因为起码霸衣 在亚士谷也赢过 再加上 8月之后 赢了诸德网国际大赛之后 一直 避战到这里 起码赚了体力 以日代劳各方面 所以其实 这场码唯一的 问号 就是明天的场地 能不能应付 稍为唯一是这样 因为他无论排位 排一档 其实这只码早段 我估计都是拖在中后位置 可能是 九只码 可能是 放在五六位置 我也不相信他会放得太后 我估计最多都是五六位置 扯战扯走 接着 接着 进到直路 就继续 看看赢了多远 但是 那个场地 是一个问号 因为他对上一次跑 类似这样的场地 已经是要数到去年的 去年的英国管军 当时他跑女王伊利三百二世 那时是1600米 跑女王安尼 直路1600米 多时他就是 那个就是 远地 但是明天的情况 可能是 那个黏远程度 如果是 可能会比 去年他那个时候 就 再差一点 所以今年 其实今年大部分 他跑了四场马 洛景杰 在Lilbury 跟着女王安尼 錦标 跟着薩塞克斯 还有就是 朱德望 在 若克 都是跑好地 或者好自快地 或者是快地 那 所以呢 就不是 唯一挑剔的地方 但是论马 论马 我都说过了 这只马是明显是比同场对手 是高出一大截的 那就是 接近一点的 阿迪亚 阿大爷 那阿大爷 阿大爷 他就因为都是伤了一段时间 都是今年才复出 但是他就跑了一场 普通赛事 那 就是 是不是可以那么快 推得回去 他赢 打给那个时候的 或者 帝王 的时候的 阿大爷 那我都有一些疑问的 那我都有一些疑问的 这两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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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碰 这次碰头 我觉得 未必 当然 如果 涂程 长力 阿大爷 就应该是 会比 霸烟就会好一些 因为霸烟 他都是 由 由千六难到 增程跑2000 但是你说阿大爷 假假的都叫赢你半 就是 赢打给 赢King George 那他缩回来跑2000 那当然就会好跑一些 好处就好处在这里 但是我始终觉得 这一匹 这一匹马大爷 今年他也是 今年复出第一场 跑了一场普通的 羊绑赛 赢得来也有点 点到即止 但是那场马 那场马只有三只马跑 不过要告诉大家 所以 纯粹 如果 如果换个角度 那场就纯粹 当一个 有钱收的 有奖金收的市集 所以 当然 阿大爷 会是 霸烟的其中一个大威胁 但是 如果 我再看下去 我觉得 另一匹 那个威胁 就会更加大 那就是三号的 Bray Bridge 就是这一匹 月桂桥 Bray Bridge 这匹马 大家如果还记得 在我上一次 这匹马跑 日食大赛的时候 我们在做直播 当时我都有 说 这一只马 其实如果你看回他今年那个赛职 日食大赛之前 那他 先赢 这一座格列准将 錦标 都是在沙丘 都是在沙丘园 赢了这一场马 然后就跑 威尔斯亲王 錦标 那一场马其实就是 都有一些 山雨欲来 这样 都 拉大头 那一场捧成大热门 最后就输了给 郭士囤 盟主 State of rest 然后就跑了一场日食大赛 然后就跑了一场日食大赛 那一场日食大赛 跑得 真是 都大幅走样 还有 就是 最后也有少少意外 因为大家还记得 曼胜飞那场是有些 是有些 激碰的影响到 马 影响到 Berry Bridge 的末段 所以最后他跑尾尔 跑尾尔回来 就输了给 Vardini Native Trail 和曼胜飞 所以呢 司徒得着时 都 发觉可能 那一场马 累了一点 所以 跑完一场日食之后 就一路 他有给那一场马短 放挂草 然后重新做功夫 那这一场马 因为 莫亚就要帮莫白人跑 跑那只 stone age 石器时代 所以这次 Berry Bridge 就用了 他 另一个 都差不多叫主帅 Richard Kingsco 金城江 金城江 就是跑desert crown 赢业心 打给那个骑士 其实近期 Richard Kingsco 都赢马的 人都在状态大勇 很多时候都在跑一座赛事 也有起码有盛 所以 都是一个 在状态的 in on form的一个骑士 这只马本身也不是太难跑 而且这只马也曾经骑过 Richard Kingsco也赢过 所以这只马今年用得不多 到现在也是跑了九场 四岁到现在四岁跑了九场 用得不多 预期这匹马应该还有一些 应该 应该还有进步的 所以这里我觉得 当然你说要他威胁霸烟 有点 有点 有点过分 有点难度 但是你说他要跑三阁回来 那 Bay Bridge起码一只马 体力足 排位好 状态也不错 应该都可以 在前面走到回来 所以我次选我就会选一只Bay Bridge 先过亚大爷 最后三选就是 Bahid Bay Bridge 和亚大爷 亚大爷 至于 第四选 后面那些马都已经是 几十倍冷门 冷革飞起 但我 都选了 欺角士 又是 海刀之星那件衣服 就选一只 卖Post Pro 这一批叫做 闻雨呼风 这一批 卖Post Pro 因为这批马 其实今年 我在来英国的时候 其实这批马 我都 一段都 挺留意这批马 而且这批马 因为这件衣服 也都经常用马困 欺角士也都经常用马困 再早段来的时候 这一批马 配马困 其实都是 交出很多头马 这批马 Post Pro 这批马困 同样就是之前跑的 姓氏武士皇宫 输给Koribus 那场是跑第3回来的 那场就是 今年他最好的赛职 当然 其实他 之后 去了法国跑 在圣格路 跑那场 尤金阿当 当锦标 立即都赢马回来 所以这批马 亦都是进步 都挺进步 当中的马 这次跑回来的 当然 你来回这里跑英国冠军 金标 对手又是强很多 那场尤金阿当锦标 其实对手 都是很一般的 所以 所以他当时在法国 他都是大热门 现在回来 现在就 在这里就是26倍 但是我觉得 因为 第一 正如我所说 马房就要 争冠军练马斯 就是这些 回来拿奖金 回来拿奖金 来得一磅 就多一磅 还有就是 他相对来说 20多倍 如果他跑三重彩 即是跑第三第四 那分分钟就会 令到 有80亿 在这里的三四重彩 就会好分一点 尤其是四重彩 因为如果三重彩 你只有三重彩 我估计 那条三重彩 就算真是 可能都不知道 有没有200元 可能200元 都没有 但是如果四重彩 你多扣一只 扣这一只 可能就会分多一点 所以这只马 无论 无论近方 血统 都是 OK 这只马亦 可以适应到变化场地 所以 所以我觉得这只马 Postbro 亦都是 我觉得可以作为 冷选 所以 今场英国冠军 冠军锦彰 我由大吉深水 我就可以帮到大家 因为我都说得很详细 祝大家好运 还有多谢大家收看我这个特辑 如果还没订阅我的频道 也希望帮帮忙顺便按订阅键 明天我会在现场 应该都会开至少两个直播 大家一定要按着小铃铛 因为一开直播 Youtube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我就在开直播 大家就可以看 起码在跑竞赛事当中 起码在英国冠军锦标这一场 我会开直播和大家拍下沙圈动态 还有有什么马场 在亚士谷有什么突发事件 我都会在直播中告诉大家 当然希望可以 可以拍下沙圈动态 可以拍下沙圈动态 冠冠军骑士的过程 可以给大家看 所以明天我都会很早出门口 很早要去到马场 希望可以将 明天打士谷的情况 尽量可以在直播中播给大家看 希望大家 继续支持我犹太师兄 还有就是 D马老老法 Mathorse668.com 明天英国的赛事 我们都已经 放上去 你们都可以 上去我们那里看 当然星期日 香港赛事 稿也会跟着 星期六 明天打后 也会陆续上赛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们就要到下个星期 下个星期三 香港的谷草赛事 之前一天 游达Bestback 再和大家见面 再一次祝大家好运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